Ice 刚现场一点小状况 好 那我们继续啰 这次主题的内容和大纲 就如同你们在投影片上面看到的 在进入重点内容之前 会先提到File的应用场景 然后用软体工程的角度去看File 以及为什么要导入测试工具 而我的经验又是怎么利用这套工具 来提升我的产品的品质 在故事开始之前 我们都知道File是现在主流医疗资讯的格式 结构化资料有助于数据的分析跟决策 那它应用的场域大多数听到的 不外乎都是AI报告系统 帮助医生产报告 或是医院跟医院之间的转整资料的交换 或是民众现在使用的健康存折APP这一些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比较特别的是File的开发 应用于医院与保险公司的资料交换的情境 有一天有个小女孩她突然生病了 住院治疗需要花一大笔钱 妈妈真的是紧张焦虑紧张焦虑 钱抽不出来 手头献金不法马上缴费 虽然有理赔 但是要后续出院才能领 然而申请理赔的时候 需要解副检验检查报告 诊断报告 收据 理赔单这些资本资料 等到出院之后呢 申请完这些资本证明 也拉长了理赔给付的历程 而现在有医院与保险公司合作的理赔底角计划 可以让病人不需要带电保险理赔的金额 不用烦恼前脚不出来 就可以安心的在医院接受治疗 那透过医院与保险公司合作呢 在病患同意的情况下 透过将医院开立的收据 以及诊断证明书数位化后 依File的实作的指引 产生国际标准的File格式文件后 以File的Rest4API方式传输到保险公司的交换中心 进行保险的审核 完成合保后呢 再由保险公司给付保险费用给医院 并且让病人不需要带电保险理赔的金额 省去了大量的时间的成本 那也因此医院会节省 他要合发资本证明书以及收据 那保险公司也会节省人力成本 去登打这些资料 那民众也就不需要先垫付这些医疗费用 所以就会打到病患啊 医院啊跟保险公司 他们都好棒棒的局面 那既然使用File呢 作为跨组织跨系统间的资料交换 解决这个场域的问题 而享有File带来的好处 我们就来看File在应用系统开发中的定位 从软体阶层架构的角度来看 我们从最底层的Data Assess开始看起 那Data Source呢会是由医院提供的资料 那File Generator呢是将医院的资料转成File的结构化资料 在商业逻辑层会将这些资料呢 经过File的传递啊 入了的加工啊 应用 才提供给Application Layer层使用 那然而File的扩充性很强 都能够把资料的元素啊 跟定义都非常的详细 所以如果一个File Resource是一个家庭的话 那通常File Resource会关联到许多许多的家庭 那这对工程师在开发上的功能异动都会需要非常的小心 那是不是有什么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开发测试来提升效率 只要软体阶层有异动的话就执行自动化测试 然后看到我们的软体产出的品质 那然而现行啊在Application层啊 还有商业逻辑层 都有程式语言对应的Testing Framework在运行 那既然资料是一个应用程式系统的核心 所以我们在File Generator呢 这边呢也衔接导入了Testing Tool 来提高软体品质的quality 我们用了一套开源的File Testing Tool Infernal 那Infernal Framework呢 它是一个HL7File测试的开发框架 由美国的卫生部国家协调员办公室 ONC维护和托管 这也是HL7File Obitial认可的开源的Validator 那它提供了一些Test Kit 那这些Test Kit的Spec Rule 它是Based on the US Code IG 美国的Code IG 那它提供的这些Test Kit可以当作我们 在自制Test Kit的参考 就比如说是TW Code IG 那我们来看Infernal Framework 里面这两个主要的角色 一个是Infernal 一个是File Validator 那由于Infernal的 Framework 它验证File的合规性是透过File Validator来验 所以才会有这个Validator的存在 那我们就来看这个Infernal 那Infernal它是由Ruby on Rails开发 它提供了GUI互操作性的界面 可视化现在目前所有的Test Kit 有哪些 那它也提供了Test Run API 给外部使用 那其实呢 你看这个Infernal 其实就是File Resource的TestCast Manager 那再来是这个File Validator 它是由JS开发的 那它可以自行上传自己的IG Package 挂载在这个Validator上 所以说像是我们今天在验的TW Code IG 那我们挂载完就可以执行指定的这个Infernal Guide 来做这个File的验证 那它也是提供验证的API 供给外部界界使用 那了解Infernal的框架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觉界面的样子 如这个图你们所看到的Infernal的界面 你看到自己做 可以看到自己做的TestCast 那这是我们 我们去年 用去年的MITW連册情境 建立的TestCast Group 那它可以以你写的Test 的Test可依序去执行下来 那官方有教学Infernal是如何执行TestCast 那你跟着做一遍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Infernal它预设 我们是透过它的GUI的界面 去执行这个TestRun 那在开始验证之前呢 要先从FileClient 产一份FileResource 存进FileServer 要触发File的验证的时候 必须要先记得 刚刚新增那份File的ResourceID 然后我们再就是将这组ID 输入到这个Infernal的这个界面去这样 那Infernal它就会先去这个FileServer 拿这一份Resource回来之后 才会开始执行这个TestCast的验测 那这个预设的流程设计呢 对我们想要整合进CICD软体开发 就会显得非常麻烦又不必要 因为File还要先存到FileServer 然后才被拿出来验证 那我们就来修改它的流程 然后改成适合我们自己执行的流程 那修改后的流程是 就是FileClient 它会呼叫这个Infernal的API 然后带着FileResource 和一些参数去驱动指定的TestCast 去执行这个测试 那测试任务呢 它会依序的执行 当执行到验证FileConference的任务的时候 它就会呼叫这个Validator的API 然后请FileValidator去验测这个FileConference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自己写很多不同情境的TestCast 放进去这个Infernal里面 那每次的执行测试的时候 它可以完全都用API来完成 也因为这样 这个修改后的TestBrainWorker 就可以整并我们CICD里面 但我们还是保留它原本Infernal GUI的优点 就是用来管理我们的可视化的TestCast的部分 那也还是可以透过这个画面执行TestRun 从画面上看到这个测试的结果 好 这是我们在File应用开发与测试的经验 让我们再Recap一下 就我们使用Hocene的File作为医疗 资料传输的格式 以及自定的File的IG 应用于理赔低交的情境 然后来增加这个作业的效率 那因为File的资料结构化呢 也帮助我们在模型上的训练 以及数据的分析 并提供的数据决策跟精准的预测 在应用系统开发上呢 导入File的测试框架 完善我们的开发的测试的环境 那在开发的阶段呢 FileResource在进入File Server之前 就可以先利用这个测试框架 快速轮回进行测试修改 所以因此就可以增加开发效率 那CP值最高的地方就是 我们修改这套流程 它就可以整合进我们的CICD裡面 在产品发布之前 可以提前发现功能的错误 提高产品的品质 因为当产品在发布出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错误 要再经过修改 再release 那它所花费的成本 会是原本的三倍 好感谢大家的聆听 这是我今天的设计选 分享 然后有什么问题 不曉得那个线上 以及那个现场的听众 对于我们的自动化测试的部分 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出的 或是意见的讨论 那如果线上的部分的话 你们可以开起你的麦克风 来做提问 或是在那个 chat room裡面去 就是写下你的问题 好 时间太快了 太精简 太精简 等一下 好 等那个钟 等那个钟 钟声 我好像一张 然后再補充 好 没有 我要宣传这个 好 好 才刚刚讲完我们家File的应用情境 然后趁机宣传一下 今年年车松 Track Bar的赛道 医疗保险理赔 是我们家2023年开启 这赛道的第一年 那File应用于医疗保险理赔的这个情境 然后更多详细的资讯会 在那个联册松的工廊里面可以看到 好 欢迎大家来玩 我们今年的就是联册预计 在10月3号到开始 礼拜二到6号 一共 礼拜二到礼拜四 礼拜二到礼拜五 一共四天 然后这个赛道的一个主要的重点在于 就是说我们利用了File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结构去设计了 针对台湾的这个所谓的保险医疗理赔 然后让就是说一些保护的民众可以解决过去 在他们在做那个保险理赔的时候 往往需要跟医院申请那个资本的病例 然后收据什么 然后把那些资本病例收据再寄到 各个的保险公司 然后还要自己先付钱电钱 然后最后在保险公司去做那个就是保险理赔部分 再投到保护那边去 那针对那个病例的部分资料有问题的部分 他们就要再去问那个医院 请他们提供一些更详细的资料或是一些细节 所以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赛道就是特别针对就是说 让台湾如果以后的这样的保险 如果我们走File的这样的架构 它事实上是可以做到 类似像这种电子商务这种一个行为 因为这个医疗的支付 在过去长久以来在台湾来说 事实上并没有很全面的所谓的数位化 所以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让这个医疗保险的理赔能够 能够加速这种所谓的数位转型 这个就是这个赛道最主要的一个项目 那这边也是非常欢迎就是说 相关的医院的开发者或是说一些厂商 还有就是说这个open source的社群 如果你们能够提供一些解决的话 然后让这个提供更多的一些开源工具 可以让我们这个File的部分 还有就是在医疗保险的一些工具 能够让更多人可以去做使用 这是以上的补充 OK 好 感谢大家 感谢钟月 好 感谢大家 感谢钟月 好 OK 好